湖人今天做客挑戰76人 首節再度被對手打爆 陷入13分落後 76人球星Joe and B 三節打完繳出大三圓 末節剩5分多中就形成垃圾時間 76人中場以138比94 血洗湖人重回了東區第二 這場比賽 And B和Maxi首節就聯手攻擊22分 比湖人全隊還要多 LeBron James和Anthony Davis 進攻效率雖然不錯 但是完全擋不住76人外欠火力 76人可以說是一路壓著胡人打 最終結5分多中 雙方都換上替捕球員 進入垃圾時間之後 胡人落後越來越多 最終以44分之差输球 但是儘管胡人慘敗 但是LeBron James再度完成生涯里程碑 例行賽加機後賽累積上場超過 66298分鐘 打破了傳奇球星Jabba 保持了66297分鐘紀錄 成為歷史第一人